大家好,欢迎收看新歌天空之眼 前几天上了一期视频啊 推荐新手小白在618大促期间 这个剁手的时候剁哪架飞机呢 就剁这架大疆的Mavic Mini 种种理由我就在此不赘述了啊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翻我上一期的视频 了解一下我推荐新手小白买这架3000多块钱飞机的一个理由吧 那么我当时就说了啊 我要负责到底 既然我推荐大家买这架飞机 而且推荐的又是第一次玩无人机的朋友吧 所以说我要出一系列的教程 丛陵学飞行 如果你是一个玩了几年的老手的 至少说是终极以上的飞手 现在就关了视频了吧 这一系列的教学分享视频呢 会说的比较详细比较琐碎 因为面对的是小白 是第一次玩无人机的朋友 所以说我会把它分成很多集 一点一点详细的去讲 就不要耽误这个老手的时间了 好吗 那么咱们废话少说 先来开箱 当然这个开箱只是简单的 给大家看一下配件 并且讲解它的一些重点的内容啊 具体详细的开箱视频呢 我之前发过 在这就不赘述了啊 那么我当时建议大家买这个唱飞套装 因为它有三块电池 有这么一个箱子啊 拎起来非常方便 这个好像买单机版的就没有这个箱子 而且也没有那个充电器的电池管架 所以你有这个小箱的话 你感觉非常的方便 到哪一拎呢 这一个小箱呢 就有这个一架飞机三块电池 然后遥控器 各种线和备用桨都在这里边 还有一些空间 可以放一些其他的物品 甚至放一个小点充电宝都可以 而且它很兼顾耐用 挺硬实的啊 这是买这个唱飞套装的一个好处 当我们把它打开之后呢 简单的看一下这里边的东西啊 这边就是飞行器的本体 飞行器 然后这边是电池管架 这里边现在是两块电池 因为有一块在飞机里 下面是一些备用的桨叶啊 跟换桨叶的螺丝刀 还有一些信号线什么的 这边是遥控器 这两个手柄 它正常是拆下来 藏在这里边的 它高度就会降低对吧 但是拧上它之后啊 你就不用管它 这个箱子让它盖上盖 就不用每次都去拧 拧时间久了 怕这螺丝扣就滑丝了 所以这个设计的也是非常好 那遥控器下面其实还有空间 可以放一些线 我这就是有一个加长的线 还有一些小零碎都可以放进去 所以这个盒子是很不错的 那么呢 首先最重要的 当然就是这架飞机了啊 249克的mini 非常的小 非常的轻 它非常的轻小 它有一些塑料件 其实不是那么的坚固 它会有一些 你稍微用力一掰 你看它会有一些变形 所以不要高估它的强韧程度啊 如果硬掰的话 很容易掰坏啊 格外需要注意一点 就是它这个后腿 展开的角度和前腿不一样 前腿就是前后 前后开 很简单啊 很直观 这个后腿的角度呢 从前方看啊 它是这样来的 从侧方看 从后方看 它是一个倾斜的角度 它是倾斜的 它可能是为了轻量化设计 或者是两个前后腿 它不干涉的原因 它设计成这个样子 其实是有一点点小麻烦的 有些朋友的话 前腿你这样开开之后 后腿就想这么往外掰 这么掰开 一使劲 刚刚才腿掰折就完了 对吧 就得返修了 这一下就好几百块钱 就出去了 对不对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 这个后腿的方向 它和前腿是不一样的 而且前腿开的时候 这个力度是比较小 而后腿开的力度是比较大 大家一定要格外注意这一点 别玩的太开心了 一些忘了 拿起来就往前掰 一切把它掰起来就完了 折叠的鸡腿 几臂 折叠的几臂 它是有寿命的 官方给出的寿命是2000次 2000次的寿命 那这架飞机呢 飞个如果不摔 不炸的话 飞个两三年应该没问题 两三年你如果2000次折叠的话 怎么着也够了 你天天飞也够了 所以说这个折叠击毙的寿命 使用寿命 大家是不用担心的 但是前提是正确使用 如果你硬掰掰坏的 就不好说了 对不对 另外还需要注意 为了达到极致的轻量化 所以你看到这个 有些线材是裸露出来的 你都能看得到 所以这架飞机呢 你要使用的时候呢 也要尽可能的小心一些 避免无所谓的疲劳损伤 不能没事 就咔咔咔咔就掰着玩 你这样的话 玩几天 说不定2000次寿命就到了 像刚才我就浪费了 好几次的折叠寿命 对不对 很明显能看到里面的铜线 所以它这个是一个 开放式的结构 我记得精灵那个是 相对封闭一点 当然它不是为了缺封闭 它那个造型设计的 就是像有一个盖似的 这个呢 就更加的裸露一些 所以它本身也不是防雨防水的 那么这种设计就更加加重了 它不防水的特性 所以大家飞行的时候 一旦遇到阴雨天 就要格外的小心啊 快下雨了 就赶紧回来吧 不要以为有些朋友 冒雨飞了之后 没事还飞回来的 就是啥好事 它受了内伤 知不知道 它里边的电子元器件 进了水和水汽之后 它时间长了会受潮 所以说还是有一定隐患的 水汽 预期在这里边的话 你不知道哪一天 它就受潮 就损坏 就完蛋了 对不对 所以这些方面 是要格外小心的 两个大一点呢 是红外的 一个输入 一个输出 就是一个向外照射 一个是看照出来的光 一个入 一个出 中间这个是小 小的 是这个视觉避障系统 所以这些地方呢 需要保持清洁 不要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也不要贴贴纸 说到贴纸呢 大家刚买到机器的时候呢 这个机壁上会有一些贴纸 指示大家 指引大家怎么样去展开 和回收机壁等等的 一些东西 了解了之后 就可以撕掉了 以减小 不必要的这个风阻什么的 有些朋友呢 为了个性化 会在这个上面啊 贴上一些 比较好玩的贴纸 好像官方也有类似的 这个个性化的贴纸去卖 或者有些朋友自己打印 不是特别建议啊 一个是多多少少 增加了一点重量 另外一个呢 贴的时候也需要注意 不要把这些散热的 散热的孔散热道 给它贴上 阻止散热的话 这个电池发热 不能够及时排出去 还是很危险的啊 咱们再接着说说这个 悬翼啊 螺旋桨 这个螺旋桨呢 实际上是非常坚韧 非常薄的 别看它是这种折叠桨 它不像精灵系的那种硬桨 那么有威力啊 但是它仍然能够划上手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因为它的桨液是非常非常薄的 非常薄 非常精致 很有韧性 有强度的桨液 如果 就像我之前不拍过一个 手持起降的视频嘛 那个就是说 不得已而为之 真的在一些 不适合起降的场所 一些地面条件下 你又要飞怎么办 就只能采用那样的方式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有信心的朋友练一练 还是有好处的 不一定啥时候就用上 但是日常使用 非常不建议大家 手持起降 万一有一个失误的话 打手就很容易 把手打出戏啊 这个螺旋桨也是有寿命的 大家在使用之前 应该经常的关注它 就是这个螺旋桨 首先电机座 是能够自由的旋转的 然后这个螺旋桨呢 它是能够这样的 这是一个好讲 如果它很色 自自扭扭的 在某个位置 不能够来回自由的转动 那就不行 就需要更换了啊 另外呢 也需要观察这个螺旋 这个螺旋 它是拧在里边的 它和外面是形成一个平面的啊 如果它突出了出来 松动了 也是不行的 那么这个东西呢 并不是每次飞行都要仔细的去研究去看 但是你隔一段时间 总要观察观察它 研究研究它 看看它有没有损坏的迹象 有没有不正常的情况 对吧 而且螺旋桨呢 它是有分正反桨的 这个 你看这边是一道 这边是两道 它俩就是反的 反桨 正反桨的关系 然后呢 这个里边是没有标记的 两道的这边呢 里边是有一个标记 所以大家更换备用奖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正反桨的关系啊 这块飞行电池呢 是两块18650的柱状电池串联组成的啊 然后呢 加入了一些这个保护电路之类的 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啊 这个里边不像精灵系的电池 精灵系的电池里边是有自放电系统的 就是超过时间不用 它会缓慢的可控的释放一些电量 因为满电长期保存对电池是有损伤的 精灵系的电池是有自动放电功能 这个没有 如果你超过时间不飞 就请手动把电量降下来 就是把它放到飞机里 飞一下啊 一般来说 大致上 50%上下的电都是比较安全的 80%以下都没问题 就是你别把它存到100%的电 然后就放在那放了10天半个月 一个月不飞 这样的话对电池的性能是很有损伤的啊 然后呢 这个电池官方给出的这个 循环次数是200次完全充放电 三块电池嘛 每块电池一天分一次的话 也要飞个大半年才能用完 显然我们大部分普通消费者 不会飞的那么频繁啊 这200次的充放电循环呢 用个三年两年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无论是这个 折叠击毙的 折叠寿命 还是电池的充放电循环的这个寿命 大部分人都没有用完他们的寿命 飞机就炸碎会了 对吧 所以大家一定要 仔细的看星哥这个视频啊 多了解飞行的安全知识 虽然这期视频不涉及到飞行 但是是飞行之前的准备工作 也非常的重要 那么电池往上安的时候 非常关键啊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 这个电池下边是有一个卡的 然后呢 当你往往里安的时候 这个这个小卡啊 往里按的时候 它会缩进去 然后按到头 它就弹出来了 同时还有一个二重的保障 就是这个盖 这不有个盖吗 当你没有安装到位的时候 比如现在我们安好了之后 我们往里拔出来一点点啊 只拔出来一点点 它还没有弹出来 说明没安装到位 但是你目视来看 基本上它就是安进去的 看没 这个盖 它是有一个缝隙的 所以说呢 大家 听啊 它现在扣上 所以当大家如果说是这个后盖啊 你感觉差一点扣不上 不要非常用力的把它怼 说明啥 说明你这个电池没到位 它才扣不上 所以这也是大江设计这个呀 小飞机的时候 用的一个小心思吧 给它来一个检查工作 一定电池到位之后 这个盖才能正常的把它扣演 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因为有很多朋友炸机啊 都是电池没有安装到位 哎就差了那么一点点 然后呢 勉强的把这个盖扣上之后 飞 飞飞飞 有的时候一些比较激烈的动作的时候 电池掉出来了 飞出来了 那你说说它在天上飞的时候 电池没了 它不当时就自由落体了吗 就完蛋了 对不对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按电池的时候呢 一定要用稍微用一点力 咔嗒一声 哎 这个才保证它安好 最后呢 再说一说这个云台 云台上有一个保护罩 这个保护罩啊 它是上面有两个小卡 卡在上面 下边呢 用手一捏 就能把它拿下来 里边就是云台 云台这个东西 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一个机械部件 它是有一定的悬浮感的 有一定悬浮感 很柔软 很柔韧 它有减震的功能嘛 既减震 也有这个反向补偿 三周云台 所以这是这架飞机很精密的一个地方啊 作为一架航排用的无人机 它非常精密的地方 一个是飞控 飞控电条那一块 就是负责飞行的 然后呢 再一个负责拍摄的 那不就是云台和摄像系统了吗 那这个罩子要特别跟大家说一下 这就是看星哥视频 你能学到东西就在这啊 我会跟你讲的非常细节 上这个云台的这个保护壳的时候 那你说我不上行不行 长时间不飞 你一定要把它上上 因为它这里边很多弹性原件 如果长时间你不用 它就这么靠弹性原件支撑的话 那些弹性原件会逐渐的失去弹性 它以后就不好用了 那短时间不飞 三两天或者是几个小时再飞的话 那你当然可以不上它 但是要避免碰撞对不对 一定要观察 那你一看 它是正的 OK 你才能够把它 扣上 这样的话呢 云台在里边是 正正当当的呆在里头 这个时候 它各个方向的受力 都是非常均衡的 它保护着云台 不会受到异常震动 或者是撞击的这个冲击 让它处在一个 最舒服的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在你往上上这个保护罩的时候 一定要观察仔细了 一定不要在这种歪歪斜斜的时候 咔往上一扣就完事了 扣完了之后 它是歪的 现在大家看啊 也能很顺利的扣上 但是它在里边是歪的 它是歪的 能不能看清楚 它是歪的 这样的话 它的受力就是不均衡的 它是拧歪着在里边 时间长了 它这个弹性元件 就失去弹性了 对吧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 看清楚 这回你看 正正当当的放在里头 这盒子里边剩下的呢 就是这个充电管架和这个遥控器的啊 这个遥控器呢 它这个旋钮啊 是能够拧下来的 拧下来之后呢 放在这里边啊 大家这个一看就明白了 它不是 放在这嘛 放在这 拿下来之后 其实如果你有这个盒子 其实是不用经常往前拧的 但是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拧的时候要注意这个手感 拧松了之后 拧得太松 来回操作时间长了 它可能会掉下来 那拧得太紧的话 可能会伤到螺丝扣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 自己掌握一些手感 要把它稍微的带一点劲 但是又不要太用力啊 这东西就是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了 然后呢 这个遥控器我就不多说了 这个充电管家 我大概介绍一些充电的时间吧 这个电池一般不会用到零 对吧 比方说20%的余电的情况下 把它充满 再使用原装充电器 大概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一个多小时 如果用从零到满 好像说是80分钟 正常来讲 就是一个多小时就能充满 然后三块电池你算 就大概就是得三个多小时吧 如果再加上它的话 总共加起来就是四五个小时的时候能充满 第一期教学视频 说的非常的细 而且没有飞起来 大家不要着急 不做好这些准备工作 不建立一个充分的理论基础 就不能够愉快的玩耍 它毕竟飞起来之后是有风险的 一个是有炸击的风险 另外飞不好的话 还有可能伤到别人 所以请大家呢 一定要严肃对待飞行这件事情 严肃对待 认真学习 才能够安全的飞 才能够享受飞行和航拍带来的快乐 如果有什么更多的问题 或者说我没有讲到的 希望大家在这个评论区或者弹幕里留言 我会为大家一一解答 谢谢大家 再见